大家好,歡迎來到小琴頻道 我們今天不是來談琴的吃了醬鬼故事 會怕的人起耳朵張開仔細聽 不會怕的人起耳朵張小 不用聽 開始囉 有一天啊 一個學生他不知道今天要開學了 因為明天要開學了 所以要住在學校啊 然後啊,住在學校 然後他帶了一個洋娃娃 然後要在學校睡覺 然後睡覺了 那個洋娃娃 就在那裡 我要回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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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爬在 爬在玻璃上面 同學就看到那個娃娃 然後還在那裡 咬咬咬 咬咬咬 然後啊 就摳摳摳摳 然後啊 然後啊 到了隔天早上 他 他告訴了老師 然後 他 他 老師都找不到 爾哈爾一定在這個箱子 打開的時候 他的手就舉起來 故事都說完了 故事都說完了 謝謝你們喔 要來 要來我的頻道的時候 要 要按我的小鈴鐺 然後 要按讚 拜拜